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在干什么 大家好 我是汪子 我们南乡来到我们变长城基地了 那我们今天做一个金菊柠檬给它尝一尝 平时在奶咖店尝得回来的 那我们今天自己做 好多呀 再切两个冰冷层放里面 这样的话吃起来会更加甜 来这个吧 嗯 好了过来 走 先把它洗一下 用这个刀把它拍扁 这样的话放到水里面的时候就会更入味 我来拍一个好不好 可以啊 你在干什么 拍呀 没力气 好了 把这个冰冷层的要把它切开 首先要切成片 好薄啊 这个皮 对啊 想尝一口 来 嗯 看 嗯 好喝 好吃吧 嗯 真好吃 挺甜的 看中间这个都是无盒的 就是没有紫的 接一点水 切好的冰冷层 嗯 把它放到杯子里 现在有请我们南向来喝一口 来看看 看完现在还没放蜂蜜 要放蜂蜜之后才会更甜 哦 好吧吧 再搅一下把蜂蜜划开 好了可以喝了 请尝一尝我的手艺怎么样 应该再加一点蜂蜜 还加一点 对 是不是下面没画都缠下去了 没画在下面去了 我再给你搅一下 这个金桔呢 它是可以自咳嗽的 你可以用来蒸着吃 也可以放点糖 蒸着啊 这样的话 小孩子不咳嗽了 大人也不咳嗽了 还非常不错的 味道有一点酸酸甜甜的 嗯 还有一点蜂蜜的香味 非常不错 今天教大家做这个金桔柠檬 大家学会了吗 可能做的不是很正宗 但是这个味道是非常好喝 有小伙伴想来我们冰糖城里面玩的话 也可以亲自做给你尝一尝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更多精彩视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欢子TV